健康養生 近年來在台灣畏微風潮 連帶推升國內有機農業種植面積 近十年成長五倍 但要掛上這有機的金招牌 上市販售 門檻可不低 不僅從種苗開始 全程不得噴灑農藥和使用化肥 土壤和灌溉水也得通過檢測 層層嚴控 就是要讓民眾吃得心安 有機就是第一個 你一定要用有機肥 就是用最自然的 沒有任何化學成分的東西 然後當然也不能噴農藥 一切用最自然的方法 種的叫做有機 有機農業雖受到法令嚴格規範 但除了不肖商人非法假冒之外 台灣有機農田更容易受到 臨近冠型農田噴灑農藥波及 根據農委會 今年上半年度抽驗 六百四十三件有機農產品中 就有八件被揪出農藥殘留 讓政府農藥零檢出的口號 再次破功 好像我們去年就檢查這個 宣誓它是有機白米 有機糙米的這樣子幾個產品 那結果沒發現 就還是被我們檢出來 農藥殘留這樣的一個情況 一個有機的一個商品 我們講生產面的部分 農民他應該要去遵守 再來就是驗證的一個部分 政府如何去認可誰可以做驗證 這個地方政府的把關 確實長久以來我們都覺得 這個地方是非常的薄弱 除了農藥殘留 市售有機農產品標示不清 像是未依規定審查 卻標示有機字樣 或是包裝沒有標示驗證機構名稱 消費者掏錢買下的有機產品 未必名符其實 農糧署上半年抽驗 發現有35件有機產品標示不合格 其中甚至有國外進口產品 明明依法標上農委會的 同意文件字號 核對後居然是阻幽靈控號 一般民眾若買到冒牌貨 根本無從查證 沒有取得農糧署有機標示 同意文件 他就擅自標示 那個就會開罰 第一次違規就是開3萬 如果是累犯就會再加 是連續廚房嗎 對 對 假有機魚木混珠流通 市面 源頭把關的驗證機構難辭其咎 農糧署農業資材組組長 莊老達透露 目前國內13間的合格驗證機構 就有台灣茶協會 與財團法人國際美育 自然生態基金會兩間 因集合人員查核不實 憲證遭到列管 而所謂的列管 只限制暫停受理性客戶 原承接業務仍可繼續 理由是擔心先前通過驗證的農民 商譽毀於一旦 但對消費者來說 驗證機構出現漏洞 吃下肚的有機產品 反倒暗藏危機 民權它還是驗證機構 我們並沒有把它說 你不是驗證機構 因為它還是有在做驗證 只是它不能受理新的客戶 你不會搞到一半 那農民很無辜 它驗證它本來是合格的 政府想到就說 農民要養家 業者要養家 可是消費者你的健康 你自己照顧就好了 國內十三間驗證機構 驗證標準不一 打擊民眾消費信心 為捍衛消費者權益 消極會秘書長雷立芬認為 農委會該展現破例 落實評鑑制度 淘汰劣質的驗證機構 保障有機產品的優質穩定 那些不好的繼續存在 它會不會因為 它比較容易過 它的驗證費用比較低 所以劣幣驅逐良幣 農民都會去找那些 比較容易過的 結果我們知道的是 那種常常出問題的 那種標章的產品 驗證的能量比較差的話 事實上我們都應該 把它淘汰掉 經國家何可的驗證機構 頻頻出包 與其任名政府標章 越來越多人 轉而尋找值得信賴的小農 有機農戶廖景娟 就鼓勵民眾 來有機農地走一遭 對栽種過程眼見為憑 更能有效建立 與消費者的信賴關係 消極會也建議 選購有機食品 添添的最好 看得見食材原貌 比加工產品 來得更安全健康 因為原料是有機 可是你添加物的部分 絕對不會是有機吧 對你的香料 你添加好你的色素 這些絕對不會是有機啊 所以對消費者來講 真的買加工品 是非常不值得的一個方式 越來越多人很注意說 我明明是針操 為什麼去買假貨回來 就是假的菜 現在還不只說要吃有機 他們還希望去找到一個小農 就是自己種 然後他信任得過你 他看得到 摸得到 然後他平時 還可以隨時來找你 也等於像抽查一樣 強調友善大地 力圖利人的有機農業 台灣早在民國96年 就公布農產品生產 及驗證管理法 積極推動有機認證制度 但現況卻是驗證機制欠缺完善 動煌論與國際接軌的目標 未來該如何研保檢驗標準 將驗證標章油繁化檢 提高消費者信心 或許才是政府推廣有機農業 該認真思考的方向 那是不是有一個殼 外面的殼是隱隱的 那這個地瓜是白色地瓜 已經